大湾区之声热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成功举行 彰显新选制优越性 8日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完成 李家超高票当选行政长官人选 充分反映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同意切其许 过去五年香港特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央审时度势 推动香港局势实现游乱导致的重大转折 未来五年香港迈向游质及轻身征程 基于与风险并存 提振经济与发展民生任务繁重 在这个重要时刻 行政长官选举成功举行 彰显了香港新选举制度的优越性 极大提振了社会各界对特区未来发展的信心 新选制为外国者治港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 特区选委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先后完成 体现外国者治港原则要求 和广泛代表社会各界利益的选举委员会 立法会顺利诞生 并弃政治争拗提升议事效率 特区政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在这次行政长官选举中 香港各界克服疫情困难 确保提名、资审、投票各个环节 依法顺畅进行 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到实处 候选人与选委会委员、广大市民深入沟通 广开延路、虚心拼取各界意见建议 凝聚社会最广泛共识 选举过程充分体验民主 选举结果反映香港民意 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成功实践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保持社会长期繁运稳定的淡子更重 责任更大 同时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阔征程中 香港也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 第六任行政长官 要善于在治港实践中 全面准确观察一国两制方针 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 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善于理直尽责 为民众办实事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即将到来 新一届特区政府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我们相信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新的管治团队定会不负众望 认真落实 燃能爱国者的要求 坚持圆增 敢于担当 团结带领香港 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让东方之珠 赞放出更加摧灿耀眼的光芒